今天林務局就是會同新竹縣政府 還有就是我們邀請來的專家學者 一起來討論說他這個設施的一個狀況 那包括大家在現場剛剛看到的狀況 那可能我們學者們會用比較專業的角度去給你建議 那還有我們今天也是有邀請農科院的一個做AI的一個專家 來幫忙說未來 用不出他非非的數量要怎麼去計算出來 或是還有他的非非原群類的一個平常的一個監控的一個狀況 要怎麼透過科技來處理 就是一些圍牆的部分看看是不是還要做一些加強的動作 還有他的一些內部的一個設施的一個問題也都會一定來做討論 清點動物的數量這件事情其實本身 那當然剛才有進去過其實他並不是一個容易的事 那根據動物的不同的類型 譬如說像魚苗這種很小的 我們大概就只能估算 或是很多很多的族群 譬如說一個廣場上有非常多人 那我們只能抽樣大概知道多少 那第二個層次就比較仔細的話 就是說我們用人的傾典 那我們在傾典的時候就是在動物身上做幾號 然後就知道我哪一隻我有傾典過哪一隻沒有傾典過 就是我們在動物的身上就是做上一個永久性的幾號 不然就是說我們幫他打晶片 那我們就可以去追蹤 我說這些動物身上要打晶片 我們每一次都去掃 這不可能每一天都去抓這些猴子來掃晶片 這些晶片其實也不可能這樣子 把動物全部趕過去然後每天晴天 如果說我們可以從原方跟主辦機關這邊 如果同意要同意要做這件事情的話 其實如果可以用攝影機 可以拍到所有的廢廢的影像的話 那我們應該就有機會用AI的技術去做計算 可是那個前提是我們可以拍到所有的動物 如果我們這個我覺得AI大家可能如果攝影機拍不到 那就算不到 所以我覺得第一件事情還是在影像的取得這樣子 一些不�解九 configur唇書oln blue 再次增加之後 其實明明還需要有的